国会改革法案立愿21号将上演复役表决大战 民进党疯狂动员青鸟再度包围立愿 更动员群众上街听宣讲却出现这样的景象 民进党北市松山宣讲碰上大暴雨 人潮走了一大半 支持者稀稀落落提前大散场 最后现场算一算剩不到30人 宣讲气势秒掉期 往南走桃园的青鸟们也很不一样 民进党宣讲桃园场但镜头台下扫一圈 支持者各个白发苍苍 一群老人家还聚在一起排队 领着免费的民主馒头 看起来就像选举茶会 网友大嘲讽难道这就是70多岁的青鸟年轻人吗 这些青鸟头发都白了 这就是选举动员吧 甚至有网友大喊老天有眼 要救台湾的民主 年轻人应该都觉醒了 民进党太过迷信网军 是一定会提到铁板的 支持国会改革的声音 还是碾压式的赢国反对国会改革 民进党为了党国会改革 动员青鸟向立愿施压 不但跟百姓说 以后立愿表决就能判你有罪 甚至有人拿出未来可能有 北京盖高铁到台北来形容国会改革 蓝军怒轰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21号赋予表决战 民进党号召清鸟申请青岛东路跟济南路 而国民党来因则申请青岛东路 正将接口到林森路段 届时青岛东路一份为二 就怕两派人马冲突一触即发 希望民进党这边不要来挑衅 当家闹事 这就是国家的一个危机 就是这个执政党只会选举 只要选举 因为一选举 过去的贪辱腐败的现象 全部盖过去 蓝军怒轰难道民进党表决输了 就要搞选举动员 恐吓立委向立院施压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